美国的情报部门将在下星期发表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 消息来源除了追踪俄罗斯黑客的行动之外 也包括美国的情报管道及其他途径 美国情报人员在监听时发现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大开庆功宴 与此同时 当选总统川普公开的质疑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 却在推特上发送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说法 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情报总监都担忧说 这可能会影响美国情报人员的事情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义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耀义你好 您刚刚好 我们知道当选总统川普曾经多次质疑这一份由17个情报机构联合作出的调查报告 那么这个也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份报告是涉及到党派之争的 那么情报人员本身是怎样回应这份质疑的 是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川普当选总统来听取简报的一个状况 首先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也讲到了 当选总统川普他在今天听取了 就是昨天奥巴马总统所听取的 来自这个情报部门的针对俄罗斯黑客 影响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 那么在听完这个报告之后呢 川普当选总统他的说法是说 这次的会面很有建设性 并且他也说呢 俄罗斯的做法完全绝对没有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 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是说 这份报告来源呢 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也讲了说 不是只有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本身而已 还包括了美国情报部门所用过所有的手段 包括了美国这个在外国的间谍 还有美国的窃听监听等等的手段等等 包括像刚才讲到的先听部分呢 这个Washington Post的报告说 这个报告里面也揭露了 就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居然召开了庆功业 刚才我们新闻里面也报道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让美国的调查人员相信 俄罗斯是有意图来介入美国大选的证据 那么在川普当选总统听完这份报告之后呢 之前我们也记得他曾经说过说 他手上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 不过在今天他还没有来揭露 所谓的他之前说的 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是哪些资料 那么刚才讲到说 对于美国情报人员的影响 我们看到从去年10月开始 美国情报部门公布这些报告以来 川普当选总统就一直质疑 并且还推了阿桑奇的一些说法 那么并且他还说 这个调查俄罗斯黑客的举动是猎屋行动 不过在昨天听证会之后 他就改口说 他推送阿桑奇的说法并不代表 他就赞同阿桑奇 那么对此呢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 他即将在今年退休 那么克拉伯他曾经在1961年 就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之后转到空军服役 而且多次到越南 泰国 辽国等战场上卖命 那么他在回答参议员的问题的时候 他强调了自己本身 以及情报人员的中立性 我们来听一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 是怎么说的 从肯尼迪总统以来 我为每一位总统都做过情报工作 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政府内 我也都曾经出任过政治任命官员 我做的事和政治无关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就是情报部门必须独立运作 并且让大众看见其独立性 为所有的决策者 指挥官 外交官等等 提供不经加工过的 不受污染的 客观的 正确的 及时并且相关的情报协助 我们刚看到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 他的坚持并且强调 自己跟情报部门是非常中立的说法 那我们也知道说俄罗斯黑客 很多他们窃取的资料 是公布在维基揭秘的网站上的 那么克拉伯他在这个 昨天参议院会的听证会上也强调了 他说我对阿桑奇 还有我们的情报人员对他来讲 我们是不尊敬他的 我们并不抱有敬意 那么克拉伯也曾经对川普总统 大选总统对俄罗斯 以及阿桑奇的态度 他昨天在听证会里面 他就淡淡地他只回答说 他说我认为抱持健康的怀疑态度 跟妙视贬低是两回事 平章 要因你刚刚也介绍了 川普公开的质疑情报部门的报告 却在推特上转述 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说法 那么对此情报界具体要做何感想 除了你刚所介绍的表示不满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情绪在 是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到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来自夏威夷州的参议员 叫做广野庆子 他也指出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准备网络战 那么各国都在争取最精英的黑客 跟情报人才 但是现在当选总统川普 这样子公开质疑 美国情报界的努力 然后是否会造成 美国情报界的士气低落 造成未来难以招募 并且保留情报人才 导致精英流向外国 那么还用这样子的问题来质询克拉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议员 广野庆子 以及这个克拉伯 是怎么样来进行这段质询的 当选总统川普对于情报界的态度 以及这对于士气的冲击 当我们向前看 未来面对的挑战 我们需要更多具有网络意识 或是有网络专长的人 如果因为决策者 包括总统本人 对于情报界的态度没有改变 克拉伯总监 以及罗杰斯上将 你们是否同意 这将对吸引 保卫我们国家 所需要的网络人才 造成负面影响 有可能 我不确定 这是否真的会对招募产生冲击 但是这有可能 在留住人才方面呢 在留人方面 也可能有影响 是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是美国的参议员 以及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 同时都担忧说 如果今天你不断地攻击 美国的情报人员 以及造成美国的大众 社会大众不信任 美国情报界的话 可能会造成 大家不愿意加入 美国的情报界 那这是会有 很严重的下场的 那么所以昨天 克拉伯也特别指出了 他说 今天美国情报人员的牺牲奉献 你只要到中央情报局 你到国家安全局的大厅 去走一遭 你看看大厅上面有 很多因公殉职 阵亡的情报人员的 姓名列在上面 你就知道他们对国家 这个保卫美国 所付出的牺牲奉献有多大 那么对此我们看到说 这个前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叫做詹姆斯·伍斯利 他本来是在川普的团队里面的 他也在日前宣布了 他离开川普的团队 那么虽然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离开团队里决定 并不是因为 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态度的影响 但是他在1月5号 昨天在媒体上 他也特别讲了 不要听阿桑奇的话 听着 好的 谢谢耀逸 今天做个演播时代给我们的详细介绍